Nate老师关心您 运动对胆固醇水平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科学议题 胆固醇是一种脂质物质 可在我们的体内合成 也可以通过食物摄入 在正常情况下 胆固醇是人体正常功能的必需物质 但过高的胆固醇水平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密切相关 在这影片中 我们将探讨运动 如何对胆固醇水平产生影响 并提供相关的科学根据和解释 以下是更多关于运动如何影响 胆固醇的科学根据和解释 1.提高高密度质蛋白 HDL胆固醇水平 HDL被认为是对心血管健康有益的胆固醇形式 因为它可以帮助清除血液中的LDL胆固醇 研究表明 进行有氧运动可以提高HDL胆固醇水平 从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2.降低低密度质蛋白LDL胆固醇水平 LDL被称为坏胆固醇 因为过高的水平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运动可以促进体内的脂质代谢 降低LDL胆固醇的合成和累积 从而有助于降低其水平 3.减少酸酸甘油脂Triglyceride水平 三酸甘油脂是一种血液中常见的脂肪形式 高三酸甘油脂水平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有关 研究表明 进行有氧运动 可以降低三酸甘油脂水平 从而改善胆固醇的平衡 4.改善胰岛素敏感性 胰岛素是控制血糖和脂质代谢的关键激素 运动可以增加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 促进脂质代谢的调节 进而对胆固醇水平产生积极影响 5.减少炎症反应 慢性炎症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有关 运动可以降低体内的炎症反应 减少损害血管壁的炎症细胞的累积 进而改善胆固醇的代谢和清除 6.增加胆固醇排泄 运动可以刺激胆固醇排泄 尤其是胆固醇在胆汁中的排泄 胆汁是由肝脏产生的液体 用于消化和吸收之质 通过运动胆汁的分泌和排泄增加 从而促进胆固醇的清除 7.增强体内抗氧化能力 运动可以提高体内的抗氧化能力 这对于心血管健康和胆固醇代谢至关重要 自由基和氧化压力的增加可能会损害血管内膜 使得胆固醇更容易在血管壁上沉积 透过运动 身体可以增加抗氧化酶的产生 减少自由基的产生 有助于维持血管的健康和胆固醇的平衡 8.调节脂质代谢基因表达 运动可以影响多个与脂质代谢相关的基因的表达 这些基因参与调节胆固醇的合成 代谢和清除过程 通过运动 这些基因的表达可以被调节 从而促进胆固醇的平衡 9.降低血压和炎症 运动对心血管系统的益处还 包括降低血压和减少炎症反应 高血压和慢性炎症都与心血管疾病 风险的增加以及胆固醇的累积有关 通过降低血压和炎症 运动可以改善胆固醇的代谢 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10.增加血管弹性 运动有助于增加血管的弹性和灵活性 这可以降低血管壁对胆固醇的穿透性 减少胆固醇的沉积 同时增加血管弹性也 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 提供足够的氧气和营养物质 到达身体各部位 运动对胆固醇的影响 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 持续和定期的运动对胆固醇 水平的改善效果更为显著 此外 运动应该与健康的 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结合 以获得最佳的胆固醇控制效果 总结来说 科学研究表明 运动可以通过增加胆固醇排泄 增强抗氧化能力 调节基因表达 降低血压和炎症 增加血管弹性等方式 对胆固醇水平产生积极影响 然而 每个人的体质和反应 可能有所不同 因此在制定个人的运动计划前 建议咨询医生 或专业健康从业者的建议 Net老师关心您 才能核任提升 顺态 搅拌